王小菲12月3日在微博公开离婚协议书引发热议 似乎意图证明自己每个月需支付给大S的费用 然而书面资料上关于大S的客资完全没有马赛克 等于擅自公开大S隐私以处罚 王小菲随后紧急删文 但律师李怡真警告王小菲仍有刑责 并就以曝光的协议书内容分析 离婚约定条文协议大S再婚 王小菲便无需负担电费税金 司机薪资管理费等费用 然而房贷依旧得由王小菲负责缴纳 而大S也被激怒到忍无可忍 公开王小菲在2018年向他借2600万的借据 并表示王小菲目前只还了他500万 王小菲反击PO出大S离婚后刷卡明细 李怡真律师表示 王小菲这样甚至公开实义书内容 真的已经略输一筹 后续在法律攻防上将处于劣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